据媒体报道,韩国艺人江志焕涉嫌性侵, 猥亵女性案将于今天下午1点50分, 在韩国水源地方法院开庭。 据悉,江志焕涉嫌7月9日在家中对两名女性实施性侵和猥亵, 在被警方逮捕后,曾否认罪行, 表示因为喝醉什么事情都记不起来, 但在被正式拘留后,她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, 并向两名被害人表示了歉意。 非凡娱乐,时事报道。